我個人是反對特徵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法應該一致 如果是這樣的話 表示我們是一個落後國家 不知是後遺 這項政見 重啟特徵組柯文哲反對 藍白兩邊又少一個共同理念 14號的幕僚會前會 柯文哲也滿腹苦水 替黃申申暴區 但斷斷拒絕 民主初選 藍白談判 瀕臨破裂 侯振營怨聲連連 當時應該是有提到說 最快可能是下週二 也許是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誤差 不過其實我想 從頭到尾 我們的意見都非常的一致 沒有約好 週二要談 除非藍營提出 具體備案 目前我們有提出 這個民主初選的方案 我想這個還是 彼此維持最大的誠意跟善意 大家都應該想對案 應該要再趕快定定 下一次的會議 時間的壓力 對於雙方來說 都是一個壓迫 我們也希望 國民黨還有這個 夥伴這邊 也可以儘速的回復我們 比較明確的執行辦法 雙方都沒備案 只好賭誰 先退讓 TVBS要留意 大家保持動學風 也台北有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